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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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我是杨茜茜医师 上集和大家分享过不同耳朵位置 对应不同脏腑健康的问题 今天我会和大家探讨一下耳朵常见的毛病 包括耳膝感 耳鸣 耳龙等的问题 究竟有什么植疗或方法可以帮助他 今天会逐一探讨 除了耳的纹理 耳的皮肤状况和耳的颜色之外 很多时候在临床上多见耳鸣和听力下降的问题 在临床上耳鸣亦分很多种 除了要撇除外耳道的阻塞 除了细菌感染或神经性转伤之外 如果我们验过耳朵没有任何问题 而有出现耳鸣或听力下降 或突发性耳聋等 这些问题都与我们身体的状况失调有关 简单来说耳鸣的人有分两种 有虚症和实症 实症的人的耳鸣通常以早上为主 很大声 像打妆 而虚症的耳鸣通常是比较小的耳鸣 是单频式的耳鸣 这些是属于虚症的耳鸣 当然我们临床上要经过辩证论子 看看体质 刚才也有说过 腎开竅于耳 而肝腎同源 很多时候虚症的人都与肝腎有关 亦都与肥胃虚弱有关 因为肥胃是负责输送营养 和水液去身体不同的地方 当肥胃弱的时候 正常的养分去不了 应该去的地方包括耳鸣 就会容易出现耳鸣 当然刚才说过有实症的人 实症的人有机会是肝胆湿热 或者有时有些实火的情况 所以在这方面 我们要经过辩证论子 确定那个人的体质 究竟是虚还是实 才可以知道治疗方案 另一方面 突发性耳聋和听力下降的问题 很多时候都与我们的压力 或者身体的状况出现下降有关 这方面我稍后会有些食疗介绍给大家 帮助大家改善虚强这方面的问题 刚才说过耳鸣或听力下降 主要有分两方面 第一是结构上的病变 第二是功能上的病变 如果结构上我们看耳鸣的听力 各方面的外耳道、中耳和内耳都没有问题 撇除了所有细菌感染 或者神经损伤之外 其实就是我们功能上的病变 这里正是和我们的状苦 气血阴阳失调所有关 我今天会介绍两款食疗给大家 给大家预防和减轻耳鸣 或者听力下降这些问题 刚才有说过有分虚症和实症 虚症的人主要是和脾胃虚弱 甚至是肝腎阴虚所仁致 这里桌面上有食疗给大家 分别有黄精、肉葱蓉、荡芯和天冬 天冬有很好的滋养肝腎之音作用 同时也可以加强黄精和肉葱蓉的 养肝腎和益精血的功效 另一方面 刚才有说过 除了肝腎阴虚之外 其实如果我们脾胃虚弱的话 正常的养肤和正常的药力 去不到应该去的地方 我们都达不到效果 所以我们可以加一点挡心 来帮助养肥胃 令到药材更加吸收 这里所介绍的药材 大家可以用烏鸡或者瘦肉 加上一些无花果来煮汤 一个星期一至两次饮用就可以了 至于实症的人主要是因为肝胆、湿热 和三招伏火 所引致的耳鸣 或者听力下降 这些问题 我们可以用到胎菊 棉芯层和灯芯草 来清干火和湿热 菊花本身可以清干火 而棉芯层可以加强清干火的作用 灯芯草可以清湿热 我们平时饮用很简单 就是用适量的份量 加上大概80度的暖水 来冲焗它就可以了 因为菊花和棉芯层 都比较容易泡出味道 如果太滚的水 都会令到有效成分容易揮发走 所以一般来说 如果冲一些比较容易出味的药材 例如菊花、花类的药材 或者一些比较薄的叶类 我们一般用80度的水便足够了 如果大家不想那么麻烦 我用了一些油肌草盆 给大家做一个益气聪明茶 里面有些有机的食材和草盆 都可以帮助大家养肝肾 和保抑脾胃 因为刚才说过 如果我们平时肝肾的情况好 其实都可以减少很多耳鸣 听力下降的问题 同时强健脾胃 都可以帮助我们加强食物或药材的吸收 这个茶是我精心挑选给大家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除了按耳朵月位之外 我亦都介绍一个动作给大家 大家不妨可以在家里练一练 都可以帮助我们耳部健康 在未讲动作之前 我介绍一些月位给大家 分别是耳门、听功和听会月 刚才有跟大家讲过耳鸣和听力下降 都是我们平时常见的症状 在临床上如果针够的话 都会常用到这几个月位 如果不针够的话 平时多些按压都可以帮助我们改善听力 或者可以帮助保健耳朵 这里分别是耳门、听功、听会月 你可以用自己的母指 按一按自己的耳门月、听功月和听会月 上、下、借机动 再讲一讲耳平 这是一个很舒服的按摩方法 上以下, 移动10下 再生一生耳瓶 可以帮助我们提升耳的听力 同时也可以帮助保健耳朵 除了这组动作之外 我刚才说过, 肾开效于耳 所以一些对应肾的动作 都可以帮助我们保健耳朵 我之前24节节目和《致养身心》 也介绍了很多有关肾的保健动作 大家不妨可以看我之前和大家准备的USB 小时候我有些小聪明 每逢读书、测验、考试 只要花点时间, 我就可以有几好的成绩 有一次我拿着试卷时 我看到问题完全难得我 我就很开心地由上而下填了答案 于是乎我收到试卷时 老师跟我说 你这次很不小心 那答案应该由左而右寫 你竟然由上而下 所以我给你的分数 减了起码20至30分 我回到家大哭一场 跟爷爷说真的不公平 很不开心 老师说我不小心 爷爷笑笑口安慰我 你知不知道耳朵是有什么作用的 我说耳朵用来听东西 他说耳朵最重要是听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忠言 就是你不想听的东西 它会令你进步 它会令你长大 这次你不小心 下次再小心一点就可以了 第二件事是要听人的心声 除了听人说的东西之外 要好像身处地 想想别人想说什么 去真正关心别人 爷爷其实在我人生中 占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 他教练了很多做人的道理 我成立这个姚池汉坊慈善基金 想将中医养生概念宣扬出去 令人家多人受惠 终极目标就是想兴办一间 以中医为理念的老人护理中心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慷慨解浪 今天《医师心灵小点滴》 我想和大家分享这句话 就是 人生各有诡迹 与其说命中注定 那其实是因果 把该做的事情做好 命中必然会有好结果 这里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学中国舞的经过 其实我很小时候 很喜欢看人跳舞 但其实我先天有些手脚不协调 老师教我的时候 有很多时候会觉得有点头晕的感觉 因为实在手脚真的很不协调 但经过我的努力 老师就最近才赞我说 你真的不像跳一年 你是很有进步 看到你是很明显的进步 这里其实都想和大家分享 如果我们努力地做好自己的本分 都会有一个好的结果 希望在这里和大家共勉 多谢大家收看 《姚慈汉坊慈善基金美在新心》 这个频道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并且订阅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都欢迎Inbox 杨明霞医师的Facebook专页 我会尽快答复大家 咱们认误 给大家看